大家好,我是Loo 以前,Instagram的Fourerさんが Kazesteというとんかつ屋さんを紹介してくれました とても有名らしいなので すぐに食べに行きました なので今日の動画は 美味しいとんかつを食べるぞ! 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我跟文旦要吃 熊本很有名的炸豬排餐廳 盛列亭 自分我来熊本後 大家就一直留言跟我說 一定要吃聖獵廳 聽說超好吃 現在是晚上7點48分 他只開到9點半 不知道人會不會很多 等下去看看 今日も仕事お疲れ様 うん 美味しいもの食って元気出そう 我們到了聖獵廳的南熊本店 在門口就聞聞到通かつ的味道 いい匂いだね ニコ 這個豬排看起來好好吃喔 入りましょう 進來之後有很傳統的日本鞋櫃要放鞋子 很多居酒屋也有這樣子的設施 通かつ屋にはない 好有氣分喔 這樣我擦這一塊板子才可以放鞋喔 這個是鑰匙 進來之後是平板號碼牌 我們是兩個人 現在都要好好消毒喔 我們8點來還要等三組 這麼貴是有名的店欸 平日這個時間來還要等三組人 有好多豬的可愛裝飾啊 豬可愛ね 對 豬有豬 豬豬 豬有豬 台灣豬の鳴き声は豬豬豬じゃないよ なに グー グー 素敵だね 勝利亭是由米其林認可的店 所以我很期待 自從看了牧村拓摘的連續劇之後 我就很想吃吃看有米其林的店家 我們只等了不到5分鐘就進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菜單 現在有期間限帝的廣島牡蠣定食 然後聽說這裡最有名的就是 鹿兒島產的六白黑豚 所以我們有點個六白黑豚 也有一般的炸豬排定食 另外我們有點個綜合炸物定食 看看這個綜合炸物 跟這個六白黑豚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這裡還蠻貼心的 還有單點的 單點炸蝦或是單點腰內肉 其實還是我覺得這個店最貼心的 除了有一般這種兒童餐之外 還有這種嬰兒吃的 嬰兒的話是六個月大以上的嬰兒 他們這裡有準備雜炊 就是粥啦 可以給小朋友吃 這個就還蠻特別的 因為連嬰兒都有準備 他們非常的友善客人 這裡還有賣一般的便當給外帶的客人 我聽說這裡有午餐定食 下次我自己來吃吃看午餐看看 我有上網看別人的介紹 他們炸豬排醬就有分兩種 有分陽風跟和風的 沙拉醬也有分兩種 調味醬好像算蠻多的 馬風跟和風的有點珍貴 這裡他們就有寫那個 鹿兒島產的黑白豬豚的介紹 聽說這個超好吃 欸? 我不是這個嗎? 哈哈哈哈 我講錯了 這個才是六白黑豬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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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明白 你才不懂吧 剛才店員送我們磨醬汁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這裡很特別的是 這個芝麻可以給你加到薄的 因為有很多店家是芝麻已經先放在裡面了 就有限制量 所以這個還蠻方便的 聞到認真 聞到認真 聞到很漂亮 聞到很漂亮 聞到從來沒有吃過這種自己磨醬汁加進去的 所以他超新奇的 聞到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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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聞到的第一次 我喜歡的所以我沒吃過 一杯入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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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沒沒 你超好喝的 好香喔 我再吃一杯香氣 好香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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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到醬汁嗎? 哈哈哈哈 哪泥 然後聞到的黑白豬豚 他是送這個蘿蔔泥 可是我點的綜合大物品是送這個 調味有不一樣的感覺 還有送這個醃漬菜 應該是擔心豬排吃太膩的時候 可以吃這個來轉換口味 而且份量給的很足欸 不小氣 其實文娜每次炸豬排店 他都一定要點那種豬排凍 可是我就覺得難得來這種炸豬排店 怎麼可以點豬排凍 我就逼文娜點了一個炸污定食 我們剛才看到豬的這裡有附這個小盤子 想說會不會其實這個才在沾醬汁的 不是這個 尷尬啊 覺得好丟臉喔 我的綜合炸污定食有兩塊腰內肉給你一塊炸蝦 還有一個奶油可樂餅 文娜是一條炸蝦 還有厚切的腰內肉定食 一個定食有附白飯 這個白飯一定很好吃 白飯要亮晶晶的 然後還有味噌湯 味噌湯的話是紅味噌 很美味 很新的 我可以吃3,400元 很美味 超好吃 超好吃喔 大家看它的側面有多厚 超柔軟的 真的假的 那我先來吃吃看普通的 很軟很嫩很好吃 我們蘸了這個河豬醬吃起來是比較清爽的 這麼不厚的也很柔軟的 超級有的 超級有的 我覺得我覺得今天好吃 不知道文當道德國會多好吃 我來吃看文當的後鮮豬排 好嫩喔 它那個肉的味道很好吃啊 我的那個的話其實很軟很好吃 可是文當這個是有肉香 會有魚韻在上來 文當的這個定食完全吃這個3,400元 不知道大家來日本會不會吃餐餅 我們可問它不同口味噌 味噌有分成一般的味噌 又分成像我們現在喝的這個紅味噌 我跟文當是比較喜歡口味重點的 所以我們兩個都喜歡紅味噌 你們看它的這個味噌它的顏色就比較濃一點 然後我們發現九州地區的店其實都蠻多紅味噌的 如果大家來九州地區的話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大家來九州地區的話可以注意一下 文當的海鮮豬排比較大嗎 好大 3,400元分 好大 好香 好香的那一種 大家看它的蝦子裡面的蝦肉 是很緊實的那種 可以吃到很紮實的蝦肉 不是那種很便宜的蝦 文當的聖烈亭蝦子出體驗 好吃 這麼大的蝦子也沒吃過 我看過很濃烈的蝦肉 很紮實的蝦肉 很紮實的蝦肉 噛著蝦肉 噛著蝦肉 很像蝦蝦一樣的味道 嗯 像螃蟹一樣的味道 我跟文當剛才偷看隔壁桌的人 終於知道真相了 這個就是用來裝醬汁的沒錯 這個是用來裝酸菜的 好險我們沒有弄錯半好丟臉 這個奶油可樂比裡面有洋蔥跟玉米跟紅蘿蔔 吃起來就是甜甜的奶油味 我覺得算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味道 我現在要做柚子餅乾淨 你要吃菜啦 很開心 吃菜 為了健康要吃一點青菜 雖然說是解油膩 可是我跟文當玉不太喜歡吃菜 每次都拖到最後才吃 炒到最後才吃 這柚子的醬汁真的還蠻好吃的 很清爽耶 吃一口就可以解掉蠻多很油膩的感覺 文當吃第二輪 好吃 我最初吃的野菜 為什麼 先吃的野菜 你吃的野菜 沒有肉 所以我沒有試過也沒有吃 我沒有吃肉 我沒有吃肉 我們兩個今天吃這樣加稅的話 是5588日元 其實不算很便宜阿 但機會難得 就當體驗來吃吃看 吃飽了 好 好 真的有一種兩個人的新生活的感覺 超級好吃的 這家聖獵亭的附近還有很多店 像有代手 還有藥妝店 還有樂器行 兩個人在東京都沒有這種感覺 對 對 稍微放鬆 在熊本市場 有很多東西吃 然後這樣兩個人開著車去外面晃 覺得特別浪漫 我只有我 哈哈 文當又來看香水了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之前影片有說 文當是一個很重視身體香味的人 所以他有很多香水的收藏 有空就來看香水 什麼照片 我喜歡 文當真的是一個女子力很高的男生 有時候跟他在一起就會覺得 也被他督促到耶 自己應該要維持一個非常乾淨漂亮的形象 文當跟我同樣的臭 喔對 文當因為我是這個香水 我也是 文當絕對被罵爆 其實我最近還蠻喜歡看牙膏的 所以有時候就會來逛牙膏 然後我之前用過這種像橡皮擦 可以直接擦牙齒 它是可以讓牙齒變白 我自己是覺得蠻沒有效的啦 可能比較適合牙齒 反正就很白的人 最近我有在喝這個叫做 Ruibos的美容茶 最近我跟文當也都會買這種營養品 真的是年紀大了耶 所以就會想要喝這種營養品 來保健身體 文當你剛才幫你頓餐給了 豚餅 我這個就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不客氣 意思不是這樣用 最後文當買這個 然後我買這個三瓶裝 是四百日圓 這三個就好嗎 400元 500元 100元 10元 我們現在回到車上回去了 超級美味 超級肉厚的 很柔軟的 我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的豬排 可是畢竟我們倆是接近晚上9點來吃 吃到後來就覺得很飽 可是我剛才有發現一點 雖然時間很晚了 可是裡面客人超多耶 就每個位置都有人 沒有空位 我真的超級好吃的 文當會有兩碗 其實在看到大家留言之前 我是不知道熊本有這家店的 但是在2016年熊本的套餐 啊 超級的 我們兩個真的覺得多配大家 我們才可以知道有什麼好特殊排店 所以如果有其他你們知道熊本的好景點的話 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我們兩個就一起吃吃看 真的 因為大家的留言 謝謝大家的留言 這麼美味的東西 謝謝 謝謝 好 那這個影片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今天也看我們的影片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再見 晚安 掰掰 掰掰 好 再見 文當每次開車都一直在把音樂開到最大聲 一般人通過了 實際的故事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